大家好 可能很多坏友发现 这段时间自己养护的杜菌花生长的比较缓慢 其实这段时间杜菌花很多品种都在阴郁花里 大家看我这颗杜菌花已经长出了小花苞 所以这段时间杜菌花生长缓慢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要给它多补充一些高龄减肥 比如说像我这颗我用的就是这种增根状化型的邮金营养液 因为这种营养液既可以强装根系 又可以让杜菌花这些花苞更多的营养 我们只需要按照1比1千的比例兑水 然后每次等到这个土壤干透了再给它浇水就可以了 如果说大家的杜菌花还没有出现花苞的话 我们一定要给它适当的控一下水 让它干久一点再给它浇水 土壤干了之后再等上一两天 这样的话有利于桃花要分化 那么如果花友们的杜菌花像我这颗一样已经长花苞了 就要缩短浇水的距离 保持土壤属于一种微潮的状态 然后把它放到通风一点的地方来养护 同时我们最好把它放到半硬的环境下来养 不要给它阳光止射 阳光止射的话容易掉叶子 好了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